回头想过去的365天里头 一定有一些事情觉得自己很高兴 可是一定有更多的事情 自己是失望的 你放在心里 今天2021元旦开始 我一定要下定决心 你要不断地鞭策自己 不断地勉励自己 不断地要求自己 美国著名的诗人Robert Frost 有一首大家熟悉的诗 我选择了人间西藏的一条路 从此就到到了完全不同的终点 今天我们希望给大家一个新的选择 通常我们过年当然就是New Year Party 我们强调的是知识 强调的是学习 因此我们说我们把New Year Party 变成一个learning frontier 一个学习的新的境界 远见天下文化世界群 在今年的12月31号 在板桥新北市的多功能集会堂 推出一个知识跨年晚会 并且扩大寻找台湾社会的开头者 我就希望我们台湾社会 能够变得更开明 更文明 更和谐 更团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